诗篇 第103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地府 以仁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 以致你如因返劳还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所有受欺压的人申冤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惠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兴旺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就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国同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啊 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行他所喜悦的 做他诸君 做他仆役的啊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